因为她的脸现在她的颜色跟她平常不一样 她的脸色是比较深的 抱着小猕猴眼神涣散 这只猕猴妈妈躺了一个上午却动都没有动 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机会通报前往查看 惊觉有意决定将她送一观察 就怕小孩被抢走母猴不停逃脱 动保人员费了好一番力气 终于围捕成功 但过了几天母猴依旧失去生命真相 而几天后同一地点又有一只不到三岁的小猕猴死亡 你看这边有一个皮下出血 哦 你讲的一番就是这样 协会从六月开始陆续就接获五起 民众通报台湾猕猴不正常死亡案件 光是龙泉寺就出现三只 怀疑是雾食老鼠药 其实从2014年开始 寿山就不时传出毒猴事件 两年间就有146只记鸣的猕猴都疑似 因为中毒失踪或伤亡 冲手至今也都没抓到 这阵子遇到这些不正常死亡的猕猴 这其实是毒鼠药发作的时候 毒发的时候很明显的特征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 检验里结果还在等待中 猕猴不正常死亡密集度之高 就怕猕猴惨遭灭门 协会目前已经在警方陪同下到附近贩售老鼠药的店家盘查 但证据依旧有限 高雄市动保处也介入协助调查 高雄市农业局也表示 台湾猕猴虽然是一般类野生动物 但无故伤害猕猴致死 以野生动物保育法最高可处30万元发还 近期新闻众品台林玉成采访报道